本地网友留言说 永春只是名气最大 但要论最能打还得是蔡李博权 我今天想来咱们五管切磋交流一下 切磋 对切磋 那我拿出一个盘机报价 你该如何应对呢 家行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激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订阅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 激动猛男大挑战系列 激动巨汉孙良轩 大轩踢管蔡李佛权 虽然说大轩的功夫不足大师们 但是最后大轩和他们比掰手腕 成功扳回了一局 我们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因为上次拜访了佛山的永春拳 所以很多本地的网友给大轩留言 表示永春拳只是名气大 如果论实战能力最强 最能打的话 还得是蔡李佛权 长年混健身圈的大轩 还是头一次听说蔡李佛权 所以大轩今天就要去感受一下 听到了吗 妙峰 这叫切磋学习 以后拜访别再说打假了 一号可以找妙峰切磋学习一下 我想切磋学习的话 妙峰应该不会拒绝吧 广东现在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 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现在突然下起了雨来 大轩找到了一家蔡李佛权馆 一进门 大轩和馆长打招呼 大轩热情的和师父握手 师父看到大轩这一身尖子肉 也忍不住上手摸了一把 大轩表明来意 但我今天想来咱们舞馆切磋交流一下 切磋 对切磋 好家伙 师父听到以后就像出电一样 大师表示友善的交流还是可以的 友善的交流还是可以的 可以就可以 你为什么要拍他呢 凭借在快乐向前冲时留下的伤疤 大轩想要讹诈大师 大师立刻表态 这里不是我打了 这里不是你打的了 其实我也想看看有没有真功夫 哦 原来如此 大师立刻让大轩体验一下 切磋之前大轩要先看看这位师父的实力到底如何 于是大轩让师父展示一下自己的功夫 我们来看一下 挂拳 造拳 叉拳 叉拳 这厉害 大师简单的比划了几下 确实有功夫 并且照着大轩比划了起来 来头嘛 尝尝眼后 尝尝 是罗子是马还得拉出来溜溜 于是大师让大轩亲身体验一下 大轩表示 用自己强壮的大粗胳膊 能够挡住大师的攻势 大师立刻出招 能挡住啊 我就这个松 是吧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没准备好 再来你可以用力我放松的了 OKOK 再举高 好了 感觉这有点比硬度的意思 别看大轩的胳膊粗 但是硬度不如大师 于是大师拿出了自己独家的训练器械 却遭到了大轩的嘲笑 不信 大轩表示自己的肌肉硬度肯定比大师大 需要先放松一下 于是弦的就立刻拿来鸡膜枪 为其放松 放松完毕以后 大轩满血复活 我满血复活 确实还真有点效果呢 我刚才打成你 就是靠这里了 大轩对蔡里佛拳 有了一个大体的认知后 表示自己拿出现代搏击 拳击的报价 不知大师的传统武术 蔡里佛拳又该如何应对 很简单 大师直接拍你就完了 这一顿连消带打 以快打慢 把大轩身上拍出了不少红影子 好家伙 这一巴掌 难道大师还会江西五百钱吗 随后大轩硬扛蔡里佛拳 大师一拳过去 大轩捂着肚子蹲地 被传统武术打了一拳以后 已经受了内伤 大轩百年之内必定弃绝身亡 前面一直在挨打 大轩这次要认证的切除一次 不能一直报价了 这次要还手 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这次典型的一块打慢 再加上大轩的心理素质不行 直接被大师给打跑了 穿一下子再来 被大师打扶了大轩 看到拳管内的地下都脏了 于是主动要求拿掃把 打扫一下卫生 地上也都脏了 我拿个罩子打扫一下 挺乖的 把这里也扫完了 打拳打不过你们 大轩就要拿出自己的强项 掰锁腕 来秒杀拳管内的每一位拳手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都喜欢跟你搬一下 来 彩礼佛拳是岭南拳术流派之一 由广东新会牙系精梅村人陈祥 于清代道工16年释放 距今有快200年的历史 彩礼佛拳 套路反多 内容丰富 手法着重东方备合 不怕灵活而稳健 发紧当中带头 讲究发生与动作的备合 要求发生以助威 发生以助使 工作舒展大法 全路歧视堂博 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能更好地把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大轩掰锁腕的战绩 一威士全胜 对于大轩这次踢管蔡礼佛拳 网友表示 一看就是练家的 蔡礼佛拳 是所有拳法中最难练的一种 有机会可以切磋一下 这位朋友擅长的是 954自动步枪 看到这位网友的IP在新西兰 这就合情合理了 网友表示 大轩要去每个行业丢一遍人 对于两人的切磋 这位网友认为 真动手的话 大轩能一拳KO这个师傅 一拳倒不至于 但是我感觉大轩 如果会打前后手直拳的话 很快就能把这位大师送入梦乡 网友表示 怎么感觉蔡礼佛拳 有点急了 乱打架的样子 其实我也这样认为 这位网友在广东时 和一个练蔡礼佛拳的打过 后来赔了人员6000元 对方出手确实快 他打了我七八拳 我才打得到他一拳 但是一拳就把他的头给打中了 好了 这次的拜访到这里就结束了 广东的老表 应该对蔡礼佛拳 有更深刻的认识 实战能力到底如何 可以留言科普一下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订阅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